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 联合国大会于2017年决议将8月21日设立为 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 以表达对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的敬重和支持 并促进和保护他们充分享受人权和基本自由 同时重申在国家和国际层面促进于保护人权 和推动法治 对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至关重要 为响应此一重要的纪念日 在8月21日的今天 特别以和恐怖主义say no为题 探讨隐藏在台湾的恐怖主义 联合国大会于2006年9月8日第60288号 决议一致通过的全球反恐战略指出 受害者受到的非人性化对待是利于恐怖主义蔓延的条件 打击恐怖主义最有效的方法是采取尊重人权 维护法治的手段 对于曾经遭受恐怖攻击的受难者家属 是心中永远的痛 如众所周知 2001年的美国911空袭事件 以及2008年的梦买连环恐怖攻击 都是令人难忘的伤痛事件 然而并非仅有恐攻事件令受害者和幸存者痛心 当政府滥用公权力对人民施行迫害 亦无异于恐怖主义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听听在大学任教的助理教授 陈少白他的观察 欢迎陈教授 大家好我是陈少白 目前在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 2017年联合国决议将每年的8月21日定为 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 以表达对恐怖主义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尊重和支持 尊促世人要共同促进和保护他们享有基本的人权和自由 这个日子也提醒了我们 2022真的是惊心动魄的一年 恶乌战争不止 又充值着各种混乱的市局 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 赶快团结善的力量 共同守护人权 维护法治与正义 才能及时阻止恐怖暴力 让我们避免成为受害人 严于恐惧和有尊严的生活 台湾是否曾经存在过基于仇恨意识的恐怖主义呢 1948年到1987年 长达38年台湾曾经历过威权统治的时期 当时不仅人们的自由和基本人权被钳制了 更不时传出忽然有人失踪或发生冤狱 又称为白色恐怖时期 虽然蔡英文总统强调 台湾民主发展和转型正义的脚步 会持续不断的前进 所谓转型正义就是 民主国家对过去独裁政府实施的 违法和不正义行为的弥补 然而就在2020年8月21日 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受害者国际日的同一天 号称民主法制的台湾 竟然发生了一起 由财税机关和行政执行署联手 用公权力自编自导和自演的法税恐怖破案案件 太子门冤税假案 以一张无中生有无效及违法的假税单 就把人民私有的土地违法强行拍卖 并且非法收归国有了 这不是让国家沦为强盗吗 太子门因受害者高达上万人 又被学者称为法税228事件 让人感觉白色恐怖似乎再度重现了 难道台湾没有真正的解言 政府凭什么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 倾助人民的财产和人生自由 纵容这些违法滥权的官员 让人民深陷在恐惧之中呢 如果这是我们所默许的恐怖行为 我们不就是共犯了吗 1996年台湾政府假借宗教扫黑之名 对古传气功无数文化修行门拜 太子门进行了政治整肃 导致太子门师徒人权与宗教信仰的自由 受到了严重迫害 虽然台湾最高法院在2007年 三审判决确定太子们无罪无欠税无违反税捐基金法 且认定弟子为了感恩师父而禁政的禁施礼 依法是赠予就是免税啊 内政部也曾召开会议确认 武术气功团体在台湾依法免税 但国税局和行政执行署却说法院判的不算数 为了执行绩效奖金却滥权违法 昧于事实 自意的强征磕税 导致了太子门的修行圣地被违法拍卖收归国有 在这延宕长达26年的冤错假案中 检察官 刑侦执行署和国税局的官员 就是恐怖主义的代表和筷子手 他们不仅让太子门师徒在这场荒诞不惊的闹剧中 被万年税丹纠缠 更蒙受长期身体和心灵的创伤 太子门掌门人 掌门人夫人和几位师兄姐均被无端违法 抵押逼供 由于媒体不时的报道与污蔑 而导致社会大众的不明与歧视 受害太子门弟子 有人因此失去工作 被家人质疑或责骂 有人甚至在学校被霸凌 更有从南部上来台北练功的阿嬷师姐 无端被继承车司机载到荒郊野外丢包 更有人因看不到司法还给太子门清白而死不瞑目 太子门赤裸裸地曝露了台湾贪官污吏的罪行 更让台湾与人民都深陷在法税泥沼的民主危机之中 太子门涉案最深的两位官员 一位就是始作俑者 侯宽人检察官 他用假证据献人入罪 企图灭门 另一位就是前财政部长张胜和 这位堪称台湾史上最强悍的加税部长 所引发的税改风波和所涉及的法税冤案 也是备受争议令人砸舌 张胜和他在台北市国税局局长 台政部次长及部长任内处理的太子门冤税案 曾被法官监察院立法委员调查揭开 他涉及的公务员读辞 他不仅放任下属篡改公文书 掩饰证据 盗卖了太子门人民的财产 还在立法院的公听会及备巡中 公开欺骗立委和社会大众 接下来我们将从以下的影片来剖析 张胜和涉入太子门案的违法事实 以及他如何利用公权力临持受害人 国税局既然要发单五年后 他才开始调查 发了函查表 我们在座的这位三十位代表 每个都说到函查 在这边啊 我们人家都讲正余啊 市长公文讲 每一个都写正余 这是我的正余 哪有一个没有写的正余 正余 正余 都是正余啦 正余性质 这方面也是 三十个都是 他们说我们没有人说我们是正余 王老也可以 这个也可以请委员看一下 都是说正余啦 那他那个伪造公文书的 就是我这个看板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就是立可白图过的 本来他是 这个是十月二十号 他要执行署继续强制执行 这边本来是打十月二十号 可是他用立可白改成十月四号 我们知道立可白你用图改的 你如果拿到那个光线一照 你还是看得到原来是十月二十号 而且还有一个更离谱的是说 他在十月二十号提早执行的时候 根本没有在通知太勤门掌门人夫妇 也就是说掌门人夫妇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 他的财产就被这样子拍卖了 被这样子拍卖了 那这件事在两年后也就是说民国九十四年的时候 被台北行政法院揭穿了 所以当时在张胜和领导下的台北国庶局才心不甘情不愿地用退税的名义 把当初变卖财产的相等值的金额 用退税的名义退给纳税者当事人 可是我们觉得这个已经太慢了 为什么 因为他在九十二年前拿到的 绩效也算进去了 奖金应该也是拿到了 而且人民的被变卖的财产已经没有办法恢复了 而且还有一个法律上的问题就是说 他九十二年就是违法去把他变卖财产 到九十四年他退给纳税者的这两年的利息 你就要怎么样 要算给纳税者 可是到现在这个利息也都还没有退给人民 大家可以很明白看到这个是电脑的这个收发文的记录 的确他们收文的时间日期真的是十月二十号 那这个是当初呢 这个承办人员张小姐他在开庭的时候 他也曾经出来作证了 证明说这个是长官要他去做一个土改的动作 还有一次啊为了这个执行啊 你本身啊还修改公文书 把那个确定执行那个日期把它提早 修改公文书提早 先下手为强 我看到公文书齁 发出的公文竟然可以立刻把他塗掉 再改日期提早 上去执行 诶世界上有这种税务人员的税务机关吗 开玩笑嘛 一般人没办法了解整个情况 所以 委员如果你愿意我愿意亲自来跟你报告 然后把证据弹给你看 带五个国税局来跟你 用下注 是是 我找当事人 他们的这个实际上被你冤枉的受苦的人 没有冤枉 这个一样一样 已经解决了百分之九十二了 以前解决的我还要帮你帮他追溯了 但是现在还没有解决你赶快 赶快该怎么样 那些在 18年齁你就没有 那个在行政法院 政府对人民搞18年没有搞定 那你这个政府有问题 不是能力有问题 就是心态有问题 一定的嘛 你在行政法院啦 在诉讼中啦 对 是不是一定他一直诉讼 投降就不要硬拗了是不是 意思啊 就是国税局投降就好了 什么叫硬拗呢 你就是没有道理才会讲这种情绪的话 根据影片 2011年12月 行政院跨部院协调会决议结论及调查结果 有7401份的太晋能弟子的声明书 皆表示禁师里是赠予 而依会议结论本应依法终结太晋能冤案 没想到隔年2012年6月 刚回国的财政部长张胜和 却明目张胆 违反上级机关行政院跨部院会的结论 肆意将禁师里划分 一半为学费 一半为赠予 并受益北市国税局和中区国税局 继续对太极门发出违法税单 让太极门案出现了180度的大逆转 导致太极门位于苗栗修行圣地 遭到违法拍卖且收归国有 当我们剖析张胜和涉入的违法事实 不难理解 刑事专断的他 为了掩盖自己在国税局长任内 隐匿太极门弟子含查表证据的错误 伪造公文书 盗卖当事人资产 违反公务员刑法第213条 伪造公文书罪及刑法第129条 违法征收罪 而10年后 当他再次面对太极门弟子 7401份的赠予声明书 张胜和如同盲刺在背 当然不敢 也不会允许这个新证据被成立 打脸他过去的罪行 等料丑陋的罪行还是被揭发了 2015年4月21日 许天才立委他在立法院公开咨询点名 张胜和你就是一个立可白部长 你偷偷用立可白图感的公文书日期 导致太极门财产遭到违法排卖 张胜和气急败坏 反唇相机啊 他说意思就是我国税局投降就好了吗 张胜和你的投降说谬论 赤裸裸的反映出你身在国家最高财政首长职位 雄霸一方傲慢 视法律如无误的恐怖心态 2007年法院三审判决不算数你最大 张胜和你忘记了你是人民的公平 你把人民当敌人 把人民当贼的心态根本就出现了问题啊 为了贪图税务奖励金 张胜和以征税之名行犯罪之实 甚至踩在法律的红线上也不足为惧吗 北宋清官包拯说 贪者名之贼也 放眼今日号称以民为主的台湾 纵使犯罪证据如此确凿的官员却鲜有被究责下台 铛铛入狱者更是极西啊 难道中华民国的法律是来保护官员而不是保护人权吗 蔡琴的冤案受害者告诉世人 台湾政府仍然潜藏着威权时期遗留下来的财税恶法 造就出如此巨大的国家财税怪兽 纵容公务员为了税务奖励金持续淋虐人民 我们呼吁政府要勇于面对过去的错误 要惩罚恶人才是对冤案最有效的救济 落实法税改革 废除没有法源依据的税务奖励金 更要重新评估促进转型正义条例 不要排除发生在1992年之后遭受的人权迫害案件 并依照行政程序法定117条 平反已被列为国家指标性案件的太极门冤案 还给受害人公道 让台湾成为真正民主的国家 这才是万民之幸 感谢大家的聆听 谢谢陈教授的分享 法治国家可贵之处 在与人人知法守法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 但从以上的分享 知法玩法甚至不守法的 竟然是一群国家高级公务员 未审先判 滥权起诉 滥开税单 土改公文 不服判决 盗卖民产 隐匿证据 公然说谎 官官相互等斑斑劣迹 实在庆竹难书 今天是联合国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 受害者国际日 曾如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 于2021年的致辞 联合国致力于在全世界 铲除恐怖主义 支持纪念和悼念恐怖主义 受害者国际日 以及在今后的每一天 让我们都向所有受害者 和幸存者给予声援 协助他们治疗创伤 给他们带来希望 因此在纪念日的今天 特别希望台湾少数政府官员 寄取历史的教训 良心觉醒 尽快平反太极门冤案 同时不要再用国家公权力 加害无辜的人民 最后我们以这首和平助导歌 祈愿人人以和平为念 世上不再有恐怖主义的受害者 谢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次见 明天而言 大把祢 明天不禁圈 优优独播剧场——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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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K 优独播剧场——YK